各位亲爱好欢迎来到老堂讲象棋 本局的机器系统的跟大家讲解美发谱的第二讲 这本书的话呢曾经帮助我足足提高了一个句的水平 它的中句跟长句的非常的精妙 里面的走法非常的开阔 我们下期的一个思维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黄蜂的第一手机中炮 黑旗跳马 黄蜂的跳马 黑旗上竹 黄蜂起去 黑旗出去 黄蜂的具有精适 黑旗跳马的走成一个我们常见的平方马 那黄蜂的就兵器进一 黑旗就吃掉 黄蜂再吃过来 此时的走到这里黑旗有两种走法 一种走法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 炮后退一 另一种走法就是古普给出了一个逐旗禁忆 那黄蜂走到这里很容易走一步什么旗的 就是我们普商给出一个招法 就是平炮打马 这个平炮打马的不但打着马 还打着这个底下 所以黑旗这个时候呢 就跳马的 故意露出个破绽 黄蜂就进去捉马 那如果没有学过骑的同学啊 可能这里的很容易走的 把马的给退回来啊 马而退一 但是这里古普的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方法啊 他是怎么走的 他是泡巴了金二啊 一弓带手啊 而且这里面他除了一弓带手之外 他还有一层意思啊 这是象棋里面的一种战术 叫引力战术 好 那红旗的走到这里 我们上几个讲过的红旗是直接吃兵过来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了另外一个变化 因为吃兵过来以后 我们上几个讲了 呃 黄蜂的话呢 两下 五七二就输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讲 第二对变化了 这也打一将 那黑旗只能够上四 那这个是红旗的再吃过来 上几课呢 我们也讲过了 黑旗这两个马的必死其一 应该弃掉哪个马呢 我想你听过第一节课的老同志啊 应该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肯定是要保留了这个 鹅鹿这个马 所以黑旗这个时候是马俄进士 那这个时候马俄进士的话呢 红旗有好几种折法啊 这里有可以吃马 可以的退炮 还可以的 炮三退八啊 总共是三种折法 那我们呢 今天讲的先讲第一种折法 聚三的进二这一种 那聚三进二 这个时候黑旗该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黑旗啊 不要急着去吃到这个炮啊 这是非常容易犯的错误 怎么办呢 要取公司啊 我们象棋里面啊 有一句烟语叫什么呢 叫认识一指啊 不识一仙 那这盘旗就体肺出来了 那这个是洪峰啊 肯定把它炮掉给干掉 如果不干掉它的话呢 那它将一军你上来 再炮下去 将来是个马俄炮杀法 所以的洪峰呢 这里啊 将了一军 那将一军啊 黑旗这里有两种攻法 都可以把洪峰给攻下来啊 我们先介绍第一种进攻的方法啊 是呢 马俄进士啊 还可以马俄进三 啊 我们先讲的马俄进士 这一将 那红旗的只能上来 上来怎么办呢 那这个是黑旗的出巨啊 砍炮 下手去要啊 巨三的进吧 一将四个杀旗啊 这是个八角码杀法 所以洪峰呢 很容易想到 挑马的守住这个点 那这个是黑旗 这个巨啊 不能将了 但是这边的巨炮 还没有发飞起来 所以的它呢 一招两用 平炮 第一个防止你打将 第二个呢 它也个抽八的进八的桥 也是个挂脚马杀法 所以这个时候 洪峰呢 为的 淘这个帅的话呢啊 可以用炮打掉它啊 你要将军的发跃 我这往上面堵 那这个是黑旗该怎么进攻 我们看 他是接着一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只能坐上来 那你坐上的时候 他再把马一跳啊 这个位置是掐到好处 他呢 常有两种攻击方法 第一种是下扫器进去一将 这是一个送去错沙发啊 然后呢 横峰呢 把这个送去错沙发守住了 那黑起啊 这个时候呢 啊就可以的 用这个马呢 还有个挂脚马 刀过来挂脚马一将 那里横峰啊 不可以往这边躲 往这边躲 它居屏过来 是个八脚马沙发 那你虽然的往这边躲啊 也不行 往这边躲 它居居屏过来的一将呢 也是没有去啊 那马二进四这路变化的话呢 不行 那我们就看你啊 马二进三这路变化啊 我们刚刚介绍了马二进四的一路攻法 那这次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马二进三的这一路攻法 那这一将的话 那黄方担任只能上了 那这个时候黑起啊 千万不要去吃他这个巨啊 如果吃他这个巨的话呢 那 可能的话呢 双方会形成一个混战 那黑起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 这个是红黑起啊 的思路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要一鼓作气啊 一刻切把黄方也拿下来 不然时间久的话呢 啊 这可能就很难把它拿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黑起还是平放啊 平放下时就很叫杀啊 那这个是 呃 红峰的话呢 就单元的有两种则法 一种是帅五平 是一种是帅五平六 是吧 好 那我们先讲的帅五平六吧 那帅五平六 这个是黑起怎么办呢 黑起单元就吃炮 下手就要平均一降 那这里还吃出这个红聚啊 所以红聚的起来啊 那黑起的将一手 红峰呢 不能做降进去 不然这个聚下去一降 又是个杀机之内的平炮啊 等你平炮是这黑起一个巧招啊 怎么巧招呢 又运用了另外一个知识啊 是马和炮一降 你的炮不能去打他这个巨 否则他马一退的话呢 就是个马炮的是绝杀了 你的炮的整天逼过来啊 不给他跳马的将军 但是好黑起来这里也可以的炮打第四一将啊 居将你的炮的整天过来啊 那黑起来再一将你的整天上四等你上四的时候炮了再打回来啊等你吃马了上来啊再散一将 这双鞠跟炮了配合是恰到好处啊 那帅五屏六不行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横峰的另外一种方法啊 帅五的啊 帅五屏式那帅五屏式这黑鞋又该怎么进攻呢 我们看那黑起来先是先将一手 你是不是只能进来啊 等你进来的时候再来吃炮 那红旗的这里是说居的 所以红旗要讨居啊 那黑起就近居的准备苹果来的叫杀 那红旗啊 这个时候就是将他一手 黑鞋单元落势 以后呢 再将一手啊 那黑起吃掉就行了啊 那吃完以后 这个时候啊 因为下设计黑起啊 最平均一将是杀齐 你这里有个马舍着 所以红旗想活命的话呢 就只能把这个马的给砍掉啊 那砍掉那黑起就吃掉啊 吃完以后就准备用送去错了 那红旗的话呢啊 你如果挑马是不行的啊 如果挑马的话呢 代表他啊 这句调过来就立马就要差不多输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啊 红旗想活命活的久一点呢 最强一点就是平降过来 那黑起就退去抓马 那红旗再躲过来 黑起来再吃一将啊 用向的可以挡一下啊 那黑起来补个式啊 因为这有个偷将啊 有点麻烦 其实不补式也可以啊 只是补个式的话呢 免得红旗有骚遥吧 那黑红旗就退居啊 黑起就退居准备的往顶头上将 你只能守住是吧 人家守住的时候呢 再接住这个居的力量啊 把向的给破了 下次要砍死将军 所以红旗只能坐下去 那黑起来再砍向啊 那这里砍马啊 所以这个马也躲开 那这个时候呢 再来啊 退居啊 下次要吃嘛 红旗也只能三个四啊 那黑起来吃掉 那红旗的进居 黑起这个是简单的 把居的一甩过来啊 就可以了 那这是一个的松居错的商法啊 好 那这番起的话呢 啊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后面的还有两个变化的 我们下个视频呢 再讲啊 好 这番起的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喜欢象棋的朋友呢 欢迎点赞加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呢 再见